四年前我的心臟這邊開到 萬一有一天我要是真的撐不下去的時候 我能夠留給我的太太 我的小孩什麼樣的東西 酒糞在台灣的環境裡面 它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它只有300公尺高的海拔 到了秋天冬天的時候 它會有像3000公尺高的山 那樣的一個感覺 隨時雲霧一拉 整個山突然之間看不見 突然之間 哇 又整個豁然開朗 日律時代 荒種酒坪式的欄杆 現在就已經找不到了 只要保留它原來漂亮的樣子就好了 可是我覺得它漂亮 有的人會說老房子 這老東西有什麼好 可是我就是很愛 裡面全部敲空 就留下一個前面的牆 其他全部都是我自己 這樣子一磚一瓦才把它弄出來的 讓大家看到酒糞的時候 它還是保有古時候那種很純樸的味道 它就是一間80年的老房子 很多人告訴我 那個屋頂不要再用傳統的黑油布去做它 可是不是 我每年要修它兩次 每三年要重新鋪一次 這個過程其實蠻辛苦的 很老的老房子 當我看到它那個樣子的時候 我心裡面會有這種滿足 我保留了它原來的樣子 我的設定是有一天 如果我不在的時候 我的太太她是不是能夠 處理得起來 在這幾年的努力 我太太從接單 然後一直到接待客戶 一直到房屋的打掃 我發現他處理得很順利 所以其實老闆是他 如果以當初的目標來講的話 我想我們已經走下去了 我希望我們每一個客人 來看到我們的時候 就跟當初一模一樣 感覺是沒有變的 甚至於更好 就是我們要在裡頭 就是一個輕面的 紙巾 我也不敢把心裡面的那個光 給表現出來 我只能遵照醫生的意思 動手術就動手術 我們運氣非常地好 我們碰到一個很棒的醫生 那他也幫我把我先生 從鬼門關這樣子就回來了 本來一顆是懸在101高樓大廈上面 突然間就整個放在平地上面 就覺得整個心裁安定下來 前面就是絕景 不會再有其他建築物長出來了 我永遠看得到海、基隆山 最上面的九分老街 就像這間房子一樣 我最喜歡這間房子的地方 磚塊很漂亮 這是我小時候的電話 這是一整塊原木、塊木的木板 我去大溪的一個回收的老工廠找出來的 加拿大那邊進口過來的松木 我跟我太太兩個人跪在地上 盯了兩天 反對聲量最大的是我公公婆婆 怎麼去那邊討生活 然後維持一個家的家境 後來老人家看到說 我們有一步一步的在實現中 才慢慢放下那一顆擔心的心 把這個空間留給客人 他們的回憶放在上面 剛開始營業沒有幾天就被化了 他把長城跟101跟在一起了 那一天他的孩子發燒 一直到離開的時候 他的孩子已經OK了 他是很難到來的 這個也是我們台灣人 在九份蜿蜿的道路上面 我和你一起攜手在此度過 很希望這個情形能夠持續下去 他們剛從美國然後轉到日本 然後又轉到台灣 很多東西是我自己做出來的 那麼客人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除了享受九份的美景 美味以外 他可以感受得到我做東西的用心 你好 環境在跳舞 我們也是在跳環境 所以其實就是共生的意思 他叫我怎麼做民宿 他老公叫我怎麼玩木頭 藏在九份的巷弄裡面 不為人知的藝術家 潛藏的地方 他專門做金工 這邊的東西都是他自己獨創的 別的地方沒有 老師 這是邱永光邱老師 堅持用底片拍 他的像紙是完全不會褪色的 對懂藝術的人來看這個照片 這是無價值報 你會越看越入神 快樂就是 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去 建造我想要的一間民宿 人的溫度 決定了民宿的溫度 剛才會候 在這個星期間 看起來 可以 這個星期間 也會 這 至 一 算 走